在德清莫干山通行机场 莫子号二代太阳能飞机 滑行50米后顺利起飞 无人机采用四台电力驱动 太阳能电池板供电 并装有储能电池 和一代光能转换电能的效率 也有了显著提升 我们一代的转化效率 是只有16% 然后我们二代的转化效率 提升到了26% 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们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 一次可以留空作业12小时 马上可以进入到 两个领域的应用 一个是移动通讯的中级应用 另外一个就是 作为侦查 巡查 还有那个勘探 航拍 那么特别是对林业这一块的巡查 那个在示范区的试验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实际使用的一些数据 或者是经验 那么为未来的那个 无人机生产力转换 就是起到一个支撑作用 机型相比 它的水平尾翼被移到机身下方 稳定性更强 可应对更复杂的空中环境 我可以用电话 不要用电话 我可以用电话 这就是 我们可以用电话 它发动的 用电话 那么在你脱缩 就是 还可以用电话 但是 微信用电话 为你脱缩 可以用电话 感谢观看